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不能剪接 就倒數 這邊有倒數 今天要頒發三個獎項 這三個獎項都跟2011年去年的重要大事 和重要錄席相關 我們現在馬上就來看第一個獎項 年度影響力獎 入圍的有 老闆 老闆喝醉了 空白一下 好 賈伯斯 代表作 iPhone 王老師 代表作 世界末日預言 鮮奶 代表作 掌架 好 現在鏡頭呢 已經take到三位 又有一個獎項 我是 劉宇哥 我們現在不想跑來的 好 好 哪個 哪個 哪次說 哪次說 八萬 八萬 我會 我是見好 我是你的人性 我是修女車 那這時候 這過程就講說 我勸你還是見好就收啊 剛剛這個賈伯斯 賈伯斯可以說是外面產品 大家都愛用 沒錯 包括這個 iPod iPhone iPad iScreen iCup iIQ 有愛 有愛 就有愛 啊 幾百九 這該是警告過了 好 我們來看看 王老師 王老師的世界末日預言 可以說是 真的幫我們 可以做好 事先做好準備 真的真的 我看在座各位在這裡 還 一一像那個小白鼠一樣 都不知道 繞零頭 因為2012年 就是預言的世界末日年啊 真的 像美國已經建造好這個諾亞方舟啊 沒錯 這樣的日本人為了因應世界末日 他已經 打算要複製整個城市了 備份 東京 前任的新聞有報 但是都比不上我們台灣 最厲害的王老師所建造世界上 最兼顧的建築物 貨櫃物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裡面還有很多白米 吃不完 讓我們看看奶之尊好了 奶之尊就是 最近漲價 漲價 前任的漲價 對我們生活影響非常的大 真的 而且這個四大超商的咖啡 也因為牛奶漲價 聯合漲價 因為四大超商的咖啡 聯合漲價 你知道嗎 我默契 四大超商咖啡 聯合漲價 還被公平會罰三千萬 哇賽 欸 先到了 哇 那太過分了 可是我有一個問題 超商咖啡 聯合漲價 那被罰錢 那Starbucks的咖啡也漲價 為什麼沒被罰錢 這我告訴大家 因為四大超商他們聯合咖啡 漲五元 喔 Starbucks漲十元 喔 所以漲五元被罰錢 漲十元 沒事 欸 早知道漲五十 欸 請不要 好啦 那我們現在馬上 事不宜時馬上來揭曉 講這個誰叫 我講的是 末竟 阿 喔 賈伯之 恭喜 恭喜伯之 恭喜伯之 我們來到現場 伯之 等一下 假伯之不能來到現場 阿 唉 我過了 不要過了 唉我又不斷 我搬講給我 好 不要開死人玩笑 好 我說這個 假伯之真的是 影響我們非常深遠 真的真的 以前你都怎麼切水果 切水果 動動動 那現在你都怎麼切水果 還有像以前 假如是發明的iPhone 都會讓我們心情變得好好 像你以前用傳統偏話吵架怎麼吵 你這個討厭鬼我不跟你講了 用力掛斷 那現在你用iPhone吵架怎麼吵呢 你這個討厭鬼我不要跟你講了 心情好好啊 馬上開朗起來 這脖子太穩大了 好那我們馬上來看下一個展現